这是一个西餐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酸品质 翻译过来B呢就是Bacon 英文的Bacon 然后L呢就是Latuce就是生菜的意思 然后T呢就是Tomato就是番茄的意思 等于说到L翻译过来就是这个咸肉 就是Bacon生菜和番茄的酸品质 就是这三种为主料的一个酸品质 咱们呢先把面包拿面包鸡给它烤上颜色 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切一点洋葱和西葱汁 同时呢把根切一圈 然后切成片 够了 够了 然后呢切一点洋葱 够了 然后呢生菜我已经洗好了 现在呢咱们先把这个鲜肉呢给它煎一下 够了 够了点油不用太多 因为这个鲜肉本身就是咸的 本身就有油 这边那个鲜肉都有 两片 把它两面呢稍微给你个人口味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硬的脆的呢 你就多煎一会儿 然后表面都已经焦了 如果你喜欢吃软一点呢 你就稍微给它煎上颜色就可以了 这边煎上备根 让它看见状 刚刚好 如果你要喜欢吃嫩一点呢 其实现在它差不多了 就可以吃了 已经熟了 你看它卷起来了 看它能吃老一点呢 就当它吃点长一点 好 好 差不多 把它就先 我们吃嫩一点 牙口不好 现在咱们来做这个三明治 干干了 如果你有黄油呢 你可以涂一点黄油 如果没有呢 就算了 煎一点生菜 多一点咸肉 多一点洋葱 再把这个番茄搅拌 稍微的压一下 然后把这一片给它盖上 如果一家有举指刀呢 用举指刀去切 它不会碎 咱们把边呢 切一下 正宗一点 其实边有的人也喜欢吃煎包边 这个边 其实边也很香 然后呢 把正宗边给它切 好 这个基本定做好了 把两个压签给它插一下 把它固定住 我来放在盘子里 够了 没插住 我先尝一个 嗯 刚早点吃上了 嗯 我也要吃 我们就吃 为革命 保护势力 避防净事 盐保健康 开始 一眼 嗯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